每年的6月至9月都是一个充满生气的季节 因为我们出生了 正如你所见 我是一只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 或许当你看到我时 会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大熊猫又在这么小啊 怎么看起来和小老鼠一样呢 其实我们每一只大熊猫宝宝都是早早儿 刚出生时有着粉色的皮肤和稀疏的白毛 一般平均体重在120克左右 只有妈妈体重的千分之一哦 而世界上成活了得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宝宝 它叫成浪 出生体重仅有42.8克 也就只有一个鸡蛋那么重 虽说我们出生体重轻 但我们发育的还是挺快的 出生育的黑色的毛 出生两周左右 黑色的毛开始生长 眼睛 耳朵 眼眶 四肢和肩带 渐渐变黑 黑白开始崩坏 30天左右 我们就长得黑白分明了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妈妈啦 等到40多天时 我们逐渐睁开眼睛 虽说睁开了眼睛 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看见 因为我们的眼睛有一层红膜 大概到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清这个新奇的世界啦 而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开始在爬动和学习走路啦 到了半岁左右 就是我们最活泼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活动场玩耍 和学习各种生存技能 奔跑 翻轨 气闹 当然 我们最喜欢的还是爬树啦 当一岁半到两岁左右 我们长齐了所有横牙 进入到了亚丑年阶段 我们开始以高纤维 低营养的除类为主食 无论从生理和心理上 也逐渐成熟 大约从五岁左右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了成年期 开始繁育后代 这个时期的我们 身长能达到 160至180厘米 体重能达到 80至150公斤 在野外 大熊猫的寿命 一般为18至20岁 而在这样条件下 由于有饲养员的精心照顾 大熊猫的寿命 一般为25岁左右 有的甚至能达到30多岁 而世界上最长寿的 大熊猫家家 就活到了38岁 相当于人类 110岁高龄呢 这就是我们大熊猫的成长生活啦 你了解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